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27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独家专访时透露 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架构 今年夏天将开始正式协商 戴琪表示为了确认成员国是否能遵守贸易规则 有必要考虑拟定一套争端解决机制 另外他也证实美国正在与台湾展开新的经贸协商 台美双方会做深入的交流 这个议题当然也包括相关的供应链 包括这个劳工环境还有能源等等 那希望在数周之后就会来做深入的交流 那我想这个是台美之间会有一个崭新的做法 彭博士27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美国和台湾计划举行对台 强化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 确切时间点将在数周内宣布 20日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在泰国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引起各界关注 之前官员向中央社表示 台美有深化经贸关系的具体方法 邓正中与戴琪最快将在6月下旬再次举行会台 不限于视讯或是实体方式 另外美国商务部举办的 2022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 6月26日到29日将在马里兰州举行 台湾确定由邓正中率团出席 国发会主委公明星 预计也将与台湾5G企业团一同访美 寻求更多国际合作双击 新航亚太电视 胡宗翰张瑞珍综合报道 对我也不 hopes 和我管汇 我的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